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新事 幫妳搞定淑女家務事 以前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如果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會說 告老師說 跟班長說 然後後來當兵了之後就說 我要跟連長說 然後現在如果我們住的地方 出了問題之後 你知道要找誰說嗎 當然是 對 原來我現在才知道 立長輩什麼事情都要灌 對啊 而且我跟妳講 因為我們真的是很愛選舉 然後每個地方都要有一個頭 來幫大家處理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 重金禮聘三位 立長輩 立長輩 我們來分享一下 真的 你沒有當過立長不知道 立長要處理的事情 真的是五花八們 真的 再來我們也請到三位 對於這個市民的服務 非常有理想 有抱負的 立長候選人代表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而且你們今天要競選的呢 就是我們 俗女禮的里長 對 好像當帥 俗女禮 好難唸喔 俗女禮 俗女禮對不對 好 但是其實啊 大家以為說選里長 你做官的不錯喔 對不對 其實 很辛苦耶 對不對 對 不論是人的事情 還是貓貓狗狗 或是我們這裡靠山 我們靠山的話 這裡出現過迷猴 還有白鼻心 白鼻心喔 對 就是它 就是這幾隻 而且在地下室耶 聽真的假的 是一個家庭嗎 沒錯 有一天我就跟朋友 就好久沒休假了 我就約說我們去那個 雲林去那個什麼 劍湖山玩 對 然後玩玩玩 正要去排那個遊樂設施 其實刺激的要來 就接到黎明的電話說 年長啊 年長啊 快來喔 我這裡有 然後就拍給我 對 他就不知道什麼動物 然後就打給我說 快來抓喔 我說到底是什麼 我快來看 我看我不知道 後來我就問我的 領長志工說 這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們就說 這白鼻心啊 他說靠山 我們仙姬岩啊 那附近 其實真的還滿常出沒 那這樣表示那邊的 生態環境很好 對 我們是有一些 我們舊的地方也有 白鼻心 後來瞭解了之後發現 其實你不要去跟他有那個 接觸太 讓他覺得說被侵犯 其實他是不會攻擊你 他也不會攻擊人 還算是溫馴啦 白鼻心 我看起來是可愛啦 可愛啦 但是老瞻好像這裡就是 看鏡鏡了 對 萬星裡有什麼 萬星裡 萬星裡就是 動物園正大跟貓籃那個裡 所以 別人不多 動物最多啦 真的嗎 真的喔 對啊 大家一定來過動物園嘛 但是有一次 早上的時候就接到一通電話 那李明跟我講說 李長 我的車發不動啦 自動車發不動 我一開始想說天氣冷 後來等到那個自動車店 開的時候 我們就牽過去 因為我們那邊 我們那邊就是山區嘛 結果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是冬天嘛 太冷了 他去取暖啊 對不對 他去取暖啊 他也要去取暖啊 就取暖就悶死 就悶在裡面 爬不出來就悶死啊 所以瑞芳姐 那你是有被遇過就是說 大家家人有什麼困擾 然後會要來請你幫忙的 其實我相信我們在場 三位里長都碰過這個問題 借錢 跟里長借錢 沒有 而且真的我社群裡面 真的要借 那東西夠了 他有人要來給我借棺材粉 真的 說他老爸在醫院 往生沒有錢 去醫院那個買啊什麼 先來給我借個五千萬 然後回去醫院 五千萬 五千塊啦 下次買這 你要給我幫你買 你是不是幫我買 你借了 國語又有台語 五千塊不是五千塊 五千塊 五千塊 可以修水管 你也可以買罐 對啊 可是那講說到那個 台北市政府 參加那個聯合公祭 都不用錢 他就生氣走了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里長在管轄裡面 有這種就是集用金 或是備用金嗎 倒是沒有 但是因為我社區自己 我自己有我們的經費 所以我有設一條 小小的那個補助金 但是有些認定 也是要經過區公所 同意說他們 因為他們才能去普查 他的個資嘛 我們又沒辦法 說是不是他真的缺這個錢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 你真的已經 比方說失業很久 或是他沒有工作的能力 他去跟你借一點錢 我製造腰包OK 真的嗎 你們平常也在做三十 但是有一個前期之下 是救急不救急 那我想問一下 最多可以借多少 最多 妳的能力 妳不會讓我賣房子吧 我不會給他 沒有 他賣了房子 他就不在這裡了 他就不去 不行啦 你又沒聽過里長跑路的 你這樣真的好可怕 你覺得好像有錢人 才能當里長 對啊 我跟你講 內容區真的有個 所以他跟你借那五千塊 他後來有還嗎 沒還哪有可能還 連電話都空好哪裡還 連妳的離民都不做了 都跑掉了 為了五千塊跑掉 為了五千塊跑掉 OK 好那房子 我有社會住宅來借個一 還沒有住進來 就來先借錢 你說什麼 他沒有錢繳學費 還是沒有繳繳什麼 如果說我們看他的情況 其實我們密由性向生 就看到外表是知道說 他的真誠度是真或假 那你借個他救急 他要去要 要去 要回沒關係 我們都OK 但是也不能過分嘛 就像我們講那麼多 我們自己也有養家活口 我們也自己有自己的負擔 自己也是有壓力的 對啊 怎麼可能為了這個 來當里長 然後把自己的積蓄都挖給人家 我相信 我們在場都是用一個 公德心的 真的耶 都是用一個 自己服務社會的心態來服務 所以是不是曾經有黎明 真的找不到家人 也會請你們協助的 會 所以滿常 滿常發生的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說 有一次就是一個 有一個老父親 在台大醫院生重病 那生重病之後 其實 但是問題是說 他們兄弟姐妹 並沒有很和睦 那沒有很和睦的結果就是 剛好老爸生重病 病倒的那一天 送急診 是哥哥帶去醫院 那哥哥就滿滿故意的 就是說在醫院的時候 也說 跟醫院叮嚀說 探視人員 只有他一個人可以探視 不讓別人的 對 不讓其他的兄弟姐妹看 探視他 那因為醫院基於 個資法的關係 他必須保護那個病人的隱私 因此他確實 醫院確實是做到了 只有讓哥哥可以探視 跟照顧這個病人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剛好就是 山里長也是有 法律相關的這些知識嘛 對 就是他們是有權利 可以這樣做的嗎 他們可以這樣要求 因為醫院 因為醫院其實常常遇到這種 病危的老先生 會有遺產的問題 所以他們為了要避免糾紛 他們就是讓送進來的病患 可以選擇 可以探視的家屬的名單 那萬一送進去了 剛好就是 不孝順 要貪圖家產的 我平常沒在顧的怎麼辦 對 那所以說 就讓那些看不到的心急如焚啊 那結果後來就剛好 就有一個看不到的這個 這個妹妹嘛 就是應該就是家屬啦 他就跟我講說 那怎麼辦 我就說好 我先動用關係 先問看看 要不要叫母的 問看看有沒有人認識 台大醫院的一些長官 但事實上這個非常困難 因為這是醫院的規定 就是醫院的規定 那後來 只好做一件事情 先問說你爸爸 大概是什麼樣的病史 然後我們就開始想一下說 大概有哪些親戚 曾經住過哪一個病 哪一個病史 住在哪一個病 哪一棟的 哪一個病房的樓層 我們就一間一間找啦 沒有辦法了 地毯室的搜索 對 就地毯室搜索 搜了兩個小時 終於找到了 然後雙方洗漆而去 真的 真的 畫面搭下這個感覺耶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耶 請問一下三位里長 坐里長到底有沒有薪水 有薪水嗎 不是五萬嗎 不算是薪水啦 就是我們四萬五 但是它叫做 事務費 對 它不獵薪資 然後它叫做事務費 所以借錢啦 商賬費什麼的 就是從那邊出這個 出房子 對 妳在肯肯 反正妳什麼東西 妳要花錢 就是都肯住 出房子也從那裡出 因為他們要離民辦公室嘛 對不對 離民辦公室要看每個區域 不同 或是 分商洗姓紅白鐵啊 這一種 而且這個我們是齊頭式 我們每個里人口數不一樣 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是四萬五 像我自己知道 台北市人口數最多的里 應該是有接近一萬五千人 對 但是像我們文山區 人口數最少的差不多 九百一千而已 落差十五倍 但是都是四萬五 那這樣你比較好耶 所以你紅白包稍微少一點 因為他才會辦那個 有沒有 禮民旅遊大會啊 這些的 對 所以說 所以你說有沒有薪資 其實是沒有薪資啦 但他就列這個事務費 那你們就 少 多的他不會再另外補給你 不會另外多啦 像我有九千多人就沒有 所以你們做里長都要非常熱心耶 對不對 可能這個要當里長 要自己有先見之明說 我想做什麼 是服務社區的 還是說要來有 剛才我們那個里長講的 是不是要以立為當頭了 看個人的想法 那不然你吃完 像剛才講的七八百人 上次我這個九千多人 你們那邊多少人 快一萬人 我也還是快一萬人 我們都是 你看我們都是大里啊 對 我們本來兩萬人啊 卻這一半 好的 我告訴你 現在呢 我們俗女里的里長 不得了了 騎頭式的 我們俗女里呢 總共也不過十五元 沒有啦 沒有啦 沒啦 沒有啦 當然 如果單選的話 不得了 十五元的人就不要 就剪刀石頭布就好了啊 真的 剪的 沒有 沒有 怎麼會這樣子 多讓朋友嘛 對 對 要尊重 尊重 請出林鄉啦 請出林鄉啦 你要尊重這個里的里民 OK 好 所以剛剛我們醜話 已經講在前面囉 當里長有多辛苦 剛剛先給你們一點心理建設 好不好 現在要請三位呢 分別來發表一下自己的證件 我們看看誰最適合 當我們俗女里的里長 我是我們這個俗女里 里長白的好酸林 天氣一樓 一馬當先 一飛沖天 正義親愛的里的里 我今年五十六歲 太誇張了 老王老前後補頭刀 我的人生的經驗 人生的經驗非常的豐富 我遇到的事情 比你們走過的橋還要多 對 我吃過的飯 比你們吃過的藥還多 不對 是我吃過的藥 比你們吃過的藥還多 你們吃過的藥還多 這把藥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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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一個人生活在 我們這個里裡面 每天茶魚飯或這個食衣住行 每一樣都會出問題 但是那些問題呢 一直困擾著我們所有的里面 比方說停車的問題 鄉親 你敢知道 很多人說 為什麼我們這裏裡面 所有的地方 馬路旁邊都要畫紅線 為什麼要畫紅線 為什麼 禁止臨時停車 對啊 當然是親愛的朋友 我說我要去 7-11 什麼 什麼 所以我要去買什麼東西 7-11 11 11 還是說那個 為阿花 你 我要去買什麼東西 你說怎麼辦 我只買個東西 不超過三分鐘 你叫我車停在哪裡 所以說各位親愛 鄉親市長 你如果送我做里長 我旁邊就開個停車場 停車場裡面 既要不超過三十分鐘 我就不收費了 所以你就沒有那種 任何說 我停一下就要走的那種藉口 只要你被我抓到 你停超過三十分鐘 而且是零停喔 對 我就給你記缺點 還有很多的時候 你比方說我們去外面 在走路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阿伯 他根本就是沒有能力 可以過馬路 好可憐喔 你居然眼睜睜的 看他在那邊 紅燈綠燈 他就是不過去 他就不想過馬路 他要過馬路 他沒有要過 他會不會只是站在那裡 看紅綠燈而已 對不起 你不是 我們那裡裡面 沒有那個老先生 不過馬路站在那邊 看紅綠燈的啦 好啦 要不是看偶像劇 有那麼好看嗎 只要你沒有出手幫他 過馬路的時候 我就給你記缺點 又記 所以各位親愛的李明們 我們要創作到一個 和諧的李明 對 我們獎賞分明 你做好 我在每個月的 比方說我們會選幾個 模範李明 我頒一個獎給你 或者是我頒一個獎金給你 但是你記點 只要超過五點 我現在叫你做公共服務了 紅燈綠燈 那以後你李明 就算有阿伯站在那裡 還在考慮要不要過紅綠燈 立刻有人拉著他就要走喔 不行 趕過 這樣也不行 不需要跟阿伯溝通一下 對 媽媽 妳是要過的車 她說 我都不知道 妳處在哪裡 我不知道 這個獅子老人 那個獅子老人 另外一種方式 那怎麼辦 那就有把他問他說 這裡像一個 但是我如果是里長的話 我就會知道你是什麼出身的 對 這就不會說我在等公車 他叫了計程車在那邊 我相信大家都會 大家都會認同 我這個里長的一些政見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有一顆為所有李明 工作的那種熱心 那種熱情一出來的時候 會仗義直言 對 我們可能會講說 你這個人怎麼會這樣 你裡面就做不到事情 我這個李明明已經做到這樣 不要這樣啦 沒關係 不行 這第一次說得清楚 做里長公私分明 什麼事情都要有一個結局 結果 他就告我了 變公親變私主 對 公親變私主 他就跟阿伯 所以我在這邊要跟我們所有的 李明說這件事 可是說我 真的 我覺得這件事 我要處理的時候 我希望我能夠有一點點的公權力 好 對 你說了算 我說你要賠 你就賠 你就賠 就不要吵 這個很好啊 這不用每件事 應該跑到律師那邊去 對 不要問來問去 然後律師一開始就要先收費 對不對 你看我已經長 直接不用收錢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很多裡面的事情 都調解了沒有 所以你看 好人有好報 對 壞人他就會有公共服務 這就是我 很棒 淑妮里裡面我一號 登記候選人 洪大師最完整的證件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來 一 二 三 請舉牌 你們有票選喔 你們有票選 你們有票選 你人不錯 正義使者 他們的那個行為有偏差 我就是喜歡 搜查隊的感覺 對不對 本來以為洪哥是發表一個證件 他感覺發表真的可以講五小時 真的是 要出去競選 對 所以說頭前 那個停車場的部分 天方夜談 沒那麼大的地 除非你要捐身家 才有停車場 對 這沒可能 你說限時那個停車是十年 對 限時面很難 限時五分鐘可不可以 就是說 不可能 他說要讓大家都 都可以停 他等於要有那麼大的 不是啦 你說 證件要聽清楚 我看進去是說 你說 你連里長的證件 都聽不清楚 我說你如果是要臨時停車的 對 我才蓋給你 你不是停進去的啊 可是還是要蓋啊 那蓋還好啊 那你沒多少地啊 稍微我捐出來啊 好 謝謝 這樣一個北方公司 這樣子變成再轉轉 花雄機 花雄轉轉 一起馬上轉轉 對啊 那你不要想 雙方啊 雙方啊 你覺得煮頭咖啡都給我發炒 對啊 瑞芳姐 你停半個小時 那其他的是不是空放在那邊 反而更浪費了 不會 因為臨時停車的很多嘛 會一直進去 對 辦事情的 一天一四小時耶 不然你不要這樣子 你再看什麼 你那個地方我先示範一下 我先來去你那裡 我先來去示範一下 我那兩個停車場 例如說 哪有可能半半個小時 其他的時間二十一小時 難道你半夜要停半個小時嗎 對不對 你們那個停車場收費 是算誰的 市政府大好 對 一定要收錢 不然你政府去一間去 而且就是 反正你做好事 我就爽嘛 你做壞事 我就給你扣分 有沒有 而且還是為社區服務 也滿好的 對 搞不好搬出去很多人 大家會搬走 搬到舊莊裡 對 好 但是呢 我們的證件 不會只有一個 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還有證件二 當你老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你年輕時候講的話 在你身上通通應驗 你走在路上 你拿著拐杖 所有的人都用異樣的眼光 在看著你 為什麼你外走好快 後面已經搬車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走得很快 沒有同理心 我記得我在路上的時候 看到一個很可憐的阿伯 大概七八十歲 他在公車站牌那邊 但是他這次真的不是等公車 對 他忘了 他忘了他回家的路 各位親愛的黎明 這都是我們的黎明 他是個獨居老人 你能不能往前去走一步去問他一下 有需要幫忙的嗎 他大概不會回答你 他也沒有這個能力回答你 你怎麼知道他是獨居老人 因為他是我的黎明 對 如果我是這樣子的話 你認識嗎 然後我會看到他 而且你走過的時候 你會慢慢地發現到 有一個隱隱的味道會出來 他可能各方面都已經失去了 這個自主的能力 像這樣子的老人 我們能不能照顧他們一下 尤其最近這一陣子 我們所有的父母親年紀都大 對 我們不在家的時候 誰來照顧我們這些 年紀大的這些老伯呢 對 就是我 就是我黎掌伯 但是黎掌伯 我剛剛看你的表現 你現在滿需要別人照顧的 所以我就要為自己鋪路 我希望六十五歲以上 我相信大家在經過了 這麼多人生的歷練之後 應該會有一點小有成就 如果沒有成就的話 至少能夠自給自足 但是我覺得政府 我覺得我們的里民 我覺得我們的里長 要為我們所有的老人們 說一些話 我們每個月 不管有沒有所謂的老年年金 有沒有健保給付 有沒有勞保 我希望能夠給他們 八千五百塊錢的營養金 這麼多 八千五百塊 為什麼是八千五百塊 那這個錢從哪來 對 怎麼算呢 你要這套藥包嗎 對 對 可以出來選總統嗎 我也是選總統 對啊 對 但是我覺得 所謂要付出去 付出去給這些老人的這些費用 當然一定要有它 符合資格的能力 對 如果說我們自己本身 有行為能力的話 你照顧三個 或是你照顧五個 沒錯 或是他照顧了四個 可是按照各自的能力 我希望只有里長 來決定說 你到底願不願意幫忙 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樣子 我覺得講到這裡 已經可以舉牌了 對 幫助老人好不好 來 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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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正發揮守望相助 真的 對不對 真的 有難力的人都不幫忙照顧一下 對方姐為什麼還在專 不錯 不是 真的 我們剛開始的出發點 又是 也是這樣子照顧老人 所以我社區也辦了那個 共餐 也辦了一些據點 讓老人家 那我社區更多長輩 應該是一千三百多位 那個六十五歲以上 我有一千三百多位 對 但是有很多長輩 他可能是習慣的問題 有一個囤積症存在 我們剛開始也不了解 去跟他幫忙 有時候甚至去 那個買便當給他吃 做什麼的 我發現 他會一直找機會 跟你講說他需要做什麼 需要做什麼 就 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 對 就沒完沒了 他家裡蹲了一大堆東西 那我也找環保機清潔隊 去幫他清理了 我們也做了 結果 而且不只我被告 為什麼 就是當天會同的人都被提告了 那我跟清理隊長去做筆錄的時候 他跟我們講是說 你有沒發現他樓梯裡面有珍珠項鍊 跟他的新鞋子 我說都是舊東西 都放了累積 已經放了好幾 那個味道都出來 怎麼有發現那種東西 他說因為他報案的時候說他 裡面有珍珠項鍊不見了 然後十幾雙新鞋子也不見了 那這樣要怎麼辦 他說告我們 說我們侵占 說我們偷竊 那我們做了 比如說大家有知道他的情況 雖然事後不了了之 但是我們經過這個經驗 也記取交換 有時候可憐之人未必真的很可憐 就是初衷其實是好的 我們是好意 但是後來就是 以心動念真的是好意 我相信每個人在現場 都是會看老人家看長輩 覺得說好像自己家裡的父母 所以我們對他是真的 把自己當父母親 可是一而再再而三 我們也被利用了 都會受傷 都會難過 也被提告了 所以我們心裡真的 小小也受很多傷 這是經驗之談 讓你作一個參考 對啦 經驗不錯 對啦 對 不要錢 應該說沒有錢 很多事都不行 沒錯 對啊 但是 對不對 還是比方說像一些老先生 他們可能需要一些營養品 沒錯 就讓我們在里長 去幫他忙 因為他就不用去跟他說 我沒有錢 對 我覺得洪哥 真的完全是發自己 他自己的需求 我來講這些戰劍 真的 真的太棒了 對 謝謝一號候選人 來 拜託 一號 一號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